前段时间邻居王姨查出了乳腺癌 他们全家人都慌了神 我问妈妈 王姨怎么一下子得了这么重的病 妈妈叹了口气说 你王姨这个病还不是被气出来的 他成天愁眉苦脸的 不是抱怨老公不省心 就是儿子不听话 没病也憋出病来了 王姨爱喝点小酒 每次回家晚了 王姨就整夜不睡觉 疑神疑鬼 等王姨回来了还要闹上半天 跟婆婆办了几句嘴 她就把每句话都记在心里 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 结果越想越气 她从小就对儿子管教严格 事事都要过问 没想到儿子长大后越来越叛逆 老是跟她顶嘴 回回都把她气得不轻 别人有空了就约着跳舞 散步 旅游 每天乐呵呵的 王姨一过来 却总是絮絮叨叨地吐苦水 让人心烦 久而久之 也很少有人愿意跟她聊天了 日积月累的焦虑抑郁 终于拖垮了王姨的身体 人民日报曾发文指出 每个人的身体里 都有一张关于情绪的地图 据统计 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病 已达到两百多种 在所有患病人群中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和情绪有关 经常忍气吞声的人 得癌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 常受批评的人爱得关节炎 压力大的人容易胃溃疡 不要以为情绪问题只是小事 过量的负面情绪 才是健康的最大杀手 人们常说 不生气你就赢了 不生气不仅让你在做人的修养上赢了 其实也让你在身体的健康上赢了 有的人过于追求完美 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老是为了一点小事斤斤计较 最后都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就像《红楼梦》里 秦可卿和王熙凤 都是万里挑一的能人 但一个心思太重 一个脾气太暴 秦可卿是 不拘听见个什么话 都要度两个三日午夜才罢 长期劳心太过 年纪轻轻就香消玉云 王熙凤则使机关算尽太聪明 凡事争强好胜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发雷霆 最后拖垮了身体 得了血崩之症 再精明能干的人 如果没有好心态 也不能长久 他们只是赢了一时的风光 却输了后半生的幸福 而那些心胸开阔的人 面对生活的不完美 往往能一笑置之 不去纠缠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也更容易长命百岁 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有次在宴会上 遇见一位贵族女士 出于礼貌说了句 你真漂亮 那位女士却傲慢地说 可惜我无法同样地赞美你 面对别人的无礼貌犯 马克吐温没有勃然大怒 只是云淡风轻地回应着 没关系 你可以像我一样说句谎话呀 说完她便转身离去 留下那位女士 在原地气得半死 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 难事 烂事 烦心事 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 如果烦事都吹毛求辞 资助必较 那只会有生不完的气 学会不与烂人烂事纠缠 不轻易被负面情绪裹挟 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 十全十美 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 真正完美的生活 也许你的老公很体贴 可就是不爱干净 孩子很听话 但成绩总是上不去 工作很不错 可是有个同事实在不靠谱 如果只盯着这些不好的方面看 你会觉得生活一团糟 婚姻不顺利 孩子不争气 工作不开心 日子简直没法过了 这个时候 无论你怎么抱怨 生多少闷气 都解决不了问题 面对生活的不完美 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努力改变 要么坦然接受 很多时候改变别人很难 就像周国平说的 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 因为每个人都跟你不一样 有性格的差异 有观点的不同 只能是求同存异 彼此磨合 如果实在改变不了现状 那就不妨试着接受 当你接受了生活的不完美 你就会发现 世界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老公虽然有点邋遢 但一直靠谱顾家 是家里的顶梁柱 孩子虽然成绩差点 但一直听话懂事 让你省了不少心 同事如果不靠谱 少跟他打交道就好了 反正你又不是来交朋友的 浴室多看好的地方 少去计较不好的地方 心情才能真正好起来 《苍穹之毛》里 有这样一个情节 太后因为精心筹备 多年的寿宴 临时取消了 心里闷闷不乐 冲儿便问太后 寿心老儿的头上 为什么会有一个包 太后不解 冲儿就接着说 头上有个包 才能成得下福寿啊 听娘说 凡事不能做得太满 必得留点缺憾 太满了 就把福享尽了 太后这才恍然大悟 即使是寿心老儿 头上也有一个大包 更何况是你我这些凡人呢 曾国藩曾说 人生最好的状态是 花位全开 月位圆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多么成功 生活难免会有缺憾 与其过度苛求完美 壮得头破血流 不如学会原谅和接受 与生活握手言和 曾看过一句话 所谓的完美 其实只是来源于 我们的心灵 只有真正懂得 包容不完美的人 才能获得更多的完美 那些白头偕老的夫妻 不是从来不吵架 而是原谅了对方的小缺点 那些活得幸福的人们 不是从没遇到烂人烂事 而是原谅了生活的不完美 原谅朋友的不完美 收获了更深厚的友情 原谅孩子的不完美 养出了更懂事的孩子 原谅爱人的不完美 得到了更长久的婚姻 原谅生活的不完美 不仅是放过别人 更是为了放过自己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健康 健康靠心态 欲试多原谅 不纠缠 不计较 心情才会越来越好 不生气 不焦虑 身体才会越来越棒 余生愿你心平气和 笑对人生 把不完美的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有声有色 睡前原谅一切 醒来便是新生 现在原谅一切 下一秒便是新生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这结局依旧 但我清醒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 不麻木 喜怒哀乐我都拥有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强求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 我也会有失望 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这结局 请结局这结局依旧 但我清醒 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 不麻木 喜怒哀乐 溪水长流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 常常不知想做还是有 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 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 我愿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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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